八十九 澳門日報 八敏千枝 2015年7月22日 特D06 隆敏宋代名詞從尋復興之路清潔穩定的電能源 正推動敏北的建森產業復興 森 克池代表 是中國宋代八大名詞之一 因產於宋建州府建安園 今福建省南平市建陽區 而稱建森 據考古證明 建森創於北宋 勝於南宋及元初 元末而後停燒或廢燒 一度失傳 建森宋時為皇室遇用茶具 增經大量出口到日本 韓國 菲律賓等各國 以電代柴綠化產業圖詞研究 三十多年的建森專家黃美金近日告訴記者 長期以來 建森靠燒柴作為能源 再建堯呂消濟 每一批建森都要在古老的建堯呂持續燒濟二十四小時 窯內溫度可達一千二百攝氏度 然而 因用柴火燒濟溫度很難控制 建森成品率不到百分之二十 出來的斑文也不夠完美 現在都使用電窯爐做建森 燒濟的過程很好控制 這樣作品成品率提升至百分之八十以上 斑文漂亮 藝術表達也更有味道 黃美金說 更令黃美金感嘆的事 曾幾何時 作為建森製作仲震的水吉震 遠遠就能看到醒目的煙蔥 以及不時冒出的黑煙 如今 以電代柴 讓建森產業融入了敏筆的綠水清山中 落實節能減排政策國家電網建陽供電公司稱 通過落實節能減排政策 全力推廣建森製造業以電代柴 建森的消制已由原來傳統的柴火逍遙進入電氣化時代 目前 建陽區境內共有約270戶建森製作戶 均將傳統的柴木逍遙方式轉變在建陽區 一條建森文化街正成為建森製造者良好的交流及文化傳播平台 建陽區建森文化街負責人劉建斌介紹說 至去年九月對外開放後 已吸引了五十多家經營互入駐 兔豪、尤迪、謝姑斑等建森一應俱全 袁仁旺表示 隨著合福高鐵的開通 建森將與旅遊、茶葉等融合發展 形成獨對特色的文化產業 攜手走向世界、隆敏 相對通常 形成獨對特色駕駛 團結束 決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